9月17日,国新办就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国家发改委、国家网信办和工信部对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做了介绍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,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发展司负责人沈竹林表示 小到健康码、网上课堂、大到云端举办的博览会 数字经济时刻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、改变我们的工作 从最近的一些市场和统计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也能够印证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势头 从8月份,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达到了15.8% 但全社会消费比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 这说明我们数字经济在激发消费的潜力 在培育壮大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的话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 这个更多的引入了社会资本投入 那么这些新的模式推动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 实现的业务收入达到了1700多亿 同比增长13.6% 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 这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正在越来越快地与实地经济发生融合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谢绍峰指出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 推动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在疫情影响下 软件业务的收入达到了4.2万亿 同比增长8.6% 数字化的管理、智能化的生产、网络化的协同、个性化的定制、服务化的延伸 等新模式加快普及 截止今年6月份 全国工业电子商务的普及率达到了63% 制造业重点行业的骨干企业 双创的平台的普及率超过了84% 会上有记者提问 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.55亿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.3% 该怎样去缩小城乡之间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 对此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介绍 国家相关部门深入落实宽带中国战略 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式提升网络的覆盖水平 第五批电信普遍服务4点 共支持了4.3万个贫困村的光纤网络的建设 和9200个贫困村的4G建设 目前全国的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 已经双双超过了98% 基本上光纤的到达率和4G的覆盖率 已经实现了城乡无差别 二是降低知费水平 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基础电信运营商 降低知费水平 汇集超过了1200万的贫困群众 杨小伟表示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在准备开展 第六批电信普遍服务的试点工作 以农村城乡同网同宿为目标 持续提升行政村 特别是贫困村的光纤和4G网络覆盖水平 真正实现服务无差别享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